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个超好吃的鸡蛋饼 要多软,牛多软 而且做法特别简单 十分钟就可以搞定同家早餐 首先我们准备300克普通猪粘面粉 里面打我两颗鸡蛋 再加入三颗酵母 再加入450克35度左右的温水 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温水也可以换成铜弄重量的纯牛奶 用勺子成为一勺面糊 刀扣成直线下滴 这种西糊状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提前一碗 把面糊放在边下的大发酵 第二天早上直接食用 面糊放到这样体积明显变大 里面都是小气泡石 就可以了 面糊放好之后加入适量的盐 再加一点花椒粉 用筷子搅拌一下 排下气体 电饼铛开中火 日日刷上一层食用油 再倒入发好的面糊 翻起锅 迅速的摇滑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 捞着面糊定型 拉到面糊表面拧固定型 上面有很多小气孔 边缘呢 微微卷起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翻面了 翻面之后我们再捞上30秒左右 30秒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一张饼大概需要1分半到2分钟 我们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柔软 这个饼子呢不需要捞太久 因为熟的特别特别快 一样美味的早餐鸡蛋饼就做好了 口感非常非常柔软 要多软就有多软 而且凉了也不会硬 我们可以像折纸一样 把它给轻松的一点点的折起来 也不会烂 这样做出来的早餐鸡蛋饼呢 我们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刷上酱料 卷上小葱生菜吃 都非常非常的美味 因为是发面的 更加的营养易消化 老人孩子吃都很不错 喜欢牛吃虾巴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美食视频 喜欢牛收藏 点赞 关注 转发一下吧 感谢您的支持